大家好 早晨 星期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19日 星期六 看一看大家 星期六的9時我們有直播 到時希望大家多多捧場 我們看到 昨晚 在美國 中國時間的夜晚 中美 終於回元首舉行一場視像的會議 歷史 是一個小時 這個元首的視像會議 我們看到全世界都在關注烏克蘭問題 習近平在談到烏克蘭問題的時候 就說事態 是很重要的 表明 國家關係不能夠走到兵庸相見這一步 衝突 以及對抗也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和平安全才是國際社會最應該珍惜的財富 當然沒有正面 批評俄羅斯 報導說習近平指出 2021年11月跟拜登首次的 文匯5 國際形勢發生了很 重大的變化 他說和平和發展的時代主題 面臨嚴峻挑戰 世界既不太平 也不安寧 習近平指出 烏克蘭危機 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 有關事態再次表明 國家關係不能夠走到兵庸相見這一步 衝突對抗 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和平安全才是國際社會最應該珍惜的財富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上任理事國的世界前兩大經濟體 我們 不僅要引領中美關係 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 而且 要承擔 應盡的國際責任 為世界和平和安寧 作出努力 這句話很有意思 稍後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為甚麼 據美國白宮表示 雙方討論的議題會包括管控兩國之間的競爭 俄烏的戰爭 以及 兩國共同關心的問題 央視新聞同日指出 習近平應約跟拜登 中美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即是是拜登要求的 是你來生我的 先說一下這一個小時的內容 就這樣說以習近平提出的內容 我們也覺得 不會有新意的 因為 大家知道他不會正面譴責俄羅斯 當然美國也給了習近平施壓 但是我們 就這樣看治女行家 他是想 過底過去美國 而不想再跟俄羅斯 有這麼親密關係 為甚麼我們會有這個解讀呢 我們會跟大家詳細分析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 這個直播當然在主頻道星期二得到啦 現在 應該快要接近40萬了 我們現在在主頻道 因為間中有廣告出的 不過也是 以沒有廣告為主 因為 我們昨天差不多出了20條片 有12條是沒有廣告的 是黃標的 只有8條 不是黃標的 所以情況還是很惡劣 只是我們以數量取勝 當然 我們也請了大量的僱員幫忙做 有台灣新聞 有英國新聞 還有小啤的早晨新聞 也有財經節目 有菜碼 有香港新聞 以及娛樂 當然 下個星期 我們的財經 就會轉到Patreon獨家 大家如果想繼續 跟杜森找食 或者聽杜森的精準資料 就希望大家 加入Patreon 當然我們加入Patreon獨家 也會放在會員頻道 因為我們也要 要答謝 支持我們的會員 所以 只要放在Patreon 以及會員頻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剛才 習近平的講話或公佈 一件事 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以及 世界前兩大經濟體 所以 這兩個 是最重要的 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俄羅斯也是 他可以侵略人家 是不是代表其他國家也可以侵略呢 如果說惡的話 誰救美國惡呢 美國是不是要侵略任何人都可以 但是 全世界現在 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美國 當然美國 遠遠比中國 中國是緊張氣候 第三是日本 而俄羅斯 遠遠跟這兩個國家沒有得比 中國的經濟總量 已經比俄羅斯大10倍以上 美國當然又比俄羅斯大更加多倍 我們想說一下習近平在整個講話的核心 就是這一句 我們兩個 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我們一起 發達 不要讓一些小事去阻礙 意思 我們一起發達 我們要跟美國發達 這句話是當時鄧小平在80年代說的 他說 戰後 這個世界分道揚標 有兩個陣營 跟美國的那邊陣營 全部發達 包括 兩個戰敗國 日本 德國 日本和當時的西德 可以說 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 是幾十年的 這個局面維持了幾十年 直到中國的崛起 才慢慢打破 日本和西德 好了 但是跟著蘇聯 東歐國家的陣營又如何呢 一窮二白 經濟面臨破產 每個人都像黑衣 所以 當時鄧小平就知道 跟著美國人才有運行 但是這只是 經濟 因為政治方面 他們仍然都是一個獨裁體系 我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分析 或者我這個判斷 現在習近平要過底呢 因為很明顯 跟俄羅斯是不會有運行的 也不會有好處 在政治方面 其實這次全世界一齊要對付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死定了 如果中共 躺一套運水 他支持俄羅斯 或者幫俄羅斯一起頂著 只有面臨全世界一齊的墜擊 當然 以中共現在的角力 他可以頂到一段時間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更加長 但是 意味著接下來就沒有好日子過了 現在的中國 過了那麼多年好日子 突然間你告訴他 我們要走回 我們要過苦日子 你覺得 他們裏面的人會同意嗎 最近習近平受到黨內的壓力很大 主要是經濟開始出現問題 很多人的失業 這個防疫政策的亂來 跟美國的越來越遠 很多政策 我們看到其實也是令到習近平現在的管治更加出現問題 最重要 就是錢 就是經濟 朱鎔基出來也是說經濟 也不敢跟你說其他 因為 只是說一件事 你也足以被人推翻 當時找你 想著大家一起發財 誰知道現在你不發財 你還要別人的其他人一起跟你一起不發財 這樣 怎麼管治這個國家 當然現在不只是發財那麼簡單 現在連養活 其他十幾億人都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的存在價值就顯得可有可無 那麼我們不如找一個 會 顧及的經濟 會跟美國沖繩合作的人 是不是不用管 所以習近平基於黨內壓力 我認為 他現在 是要過底去美國 他不會再跟俄羅斯 走得那麼近 當然 俄羅斯是一個流氓 習近平選擇離棄流氓的時候 可能也要給你扔煲費 甚至乎不是扔煲費 你會怕流氓來纏著你 你要改嫁 嫁給有錢人的時候 那個前夫 這個真的可以用前夫代替 俄羅斯就是一個前夫 他會打老婆的 他還會扔爛腳 那麼你給不給錢他 你又不想 新老公知道 你還跟他有來往 那是不是 要眉來眼去呢 你當然要改嫁嘛 是不是 其實用這個夫妻關係形容中美也對 以前的老公又沒有錢 他有錢的時候 又不是照理他 還有幾十個兒子 15個加盟共和國 你是16個嗎 你是黃俄嗎 到了現在他沒有錢 你有的時候 你想過好日子 你想嫁個更加有錢的 那個叫美國佬 你現在回答美國佬了 你現在不要俄爹了 要美爹 這樣也不要緊 但是 之前的前夫 他會搞你的 是不是 那麼容易走 你不要那麼容易撇抬我 我沒有好日子過 你也沒有好日子過 就是類似這樣 大家有看電視 電影 大量的橋段 現在的俄羅斯 會發生一個賤男 走過來問你拿錢 你不給人 我會來騷擾你 你出入靚車 住豪宅 養了狗 我就黑米 沒飯吃 我不來搞你搞誰 所以 現在的習近平 在這個會晤上面 他最重要是強調經濟 因為他們兩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系 你行 大家一起行 我要靠你 你要靠我 我們沒有理由為了黑衣 沒有理由為了一個戰爭反子 而反面的 所以 這次我認為習近平 是選擇了過底 不要我爹了 我們另外 要詳細跟大家分析多一節 就是 怎樣撇掉我爹 有甚麼方法 要開樓攤 或者 表面上要奉食 我們 之前補充了一件事 就是楊潔篪 和沙利文的會晤七個小時 其實 大家心照 美國其實已經掌握了中共 有物資 支援俄羅斯的舉動 大家知道邊界那麼長 你有火車 你不斷的運物資去俄羅斯 一定是有做的 問題就是 美國要警告你 你不是做了我就立即要打死你 是不是可以不做呀 是不是可以 炸一下流灘呀 是不是可以 給他一些差的東西 讓他用來用去都用不好了 然後在戰爭上拖死他 我覺得七個小時內容就是講這些 主要 美國 不是不知道你中共已經有接濟俄羅斯 前夫 前夫打你 你是不是有給錢他 又不給不行 你怎麼也要應酬一下 前夫又吃白粉 又要賭馬 又要賭球 什麼都好 他來拿錢 你是不是要應酬呀 唯有被迫逼一點啦 你不被迫逼一點 人家不肯走嘛 待會他又要吸毒 我們看到 整個楊潔篪的會議 據說外面談了很久 談到不歡而散 而是 中共也要表明立場 我沒有辦法不給 他們那裏是流氓來的 他們搞我怎麼辦 他搞我 我又未必 難道我要求你美國來幫嗎 那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夠虛與威夷 部分人先答應 你不是想來制裁我嗎 當然啦 中共 其實有幾個舉動 是在握樓灘的 甚至乎 不是說握樓灘那麼簡單 直接是捏著不放 其實俄羅斯一直求中共 就是求那幾件事 我們要另外開一節來講 究竟俄羅斯 求中共什麼 而中共為什麼要開樓灘呢 所以我們才認為 他是完全 要過底 要投向美爹的懷抱 不要我爹了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記得聽我們的另外一節 四招 我們來開樓灘應酬普京 好 拜拜